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棠,我在這個環節有Stanley Stanley,你好 是啊,大家好 也提醒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我們專家的意見 或是將問題電郵到ASK BashOn.com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亦允許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市場大家都看到,哇,垃圾 差勁 我本身今早早就五月份第一個假日 OK,升差不多四個 我報的時侯 誰知真是,我一個頭剩下百多點 左一個頭剩下十幾點,倒跌 還要倒跌差不多一塊 現在over一塊,跌著 那時候搞甚麼 你也沒辦法,你想想那些大籃籌 特別是科技股 這次要開市的一刻 好好的 你見騰訊都彈上去三百五十多 你見100度那些 是呀,做得很好 6%的,100度 但突然之間,你見現在都縮下了 你也反映上市,或者市底 其實都真是,有一次它又不是太弱 但是,是你升不日起 你見過市現在某程度上 都仍是好像跟上星期的時間差不多 但上去不是沒有彈過的 你上星期五的時間 那時候,市場都曾經去過二萬點樓上 即是想衝穿上去 但後來收市都是忌不穩的 其實跟今晚的現象差不多 就是它不是沒有衝上去,它是有的 但衝上去之後,又忌不穩 是啊 本身呢,我今天看到一些平保 我不是說我自己本身有貨 是呀,沒錯 58元,OK,那就等下 現在我還在想,市場這麼差的話 走不走 平手就走 今早衝上去也是 跌2%了,大佬,甚麼事 6-200呢? 6-200又如何呢? 其實不只是科技縮 都是全部差 騰訊都倒跌 是啊,沒錯 9-9-8呢? 所以市場呢,這一回合真的 就是有些挺欺騙人玩 就是你看著市場,你又會覺得 就是好像現在到這一位 就是上星期這樣說 你又不穿這條驗靈天賤 就是現在都沒有穿的 現在大概100點左右 但是它不穿就不等於它好 就是這一下是挺衰的 就是如果你回到當前的情況去看的話 它有機會都是不穿的 就是可能在這一位 可能在那裡可能不穿一下 轉過頭又回到一萬九千九二萬點左右 但是轉過頭 它又是上不了去的 這次是挺嚇人真的 今天看到市場的款式 有五窮月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樣 你一向都是看聯署哥哥的意識 第三季才開始好一點 現在市位今天這樣 單日轉向 你覺得好不好 好 就是走近一點 因為剛才我們自己的咪口都說 怕它穿底 是 我都還會再看看 一萬九千七 就是看看這個位置能不能夠 真是 撐住 因為現在市 有點碎 其實我程度上 它又不正式跌破 你說它沒有差 又死不去 但是不過 你說現在它有沒有機會很好 你見不到怎樣會很好 最大問題是這一件事 但是香港那些 叫做旅客人數有很多 雖然不知道它高短還是低短 但是人是 這幾天人看 但是真的很多人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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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開玩笑 旺丁不旺彩 看這款是 不是 你見到那些 那些購物區 其實你說是不是有很多人 好像 星光大道有很多人 那些是 我不知道 我無限商場不敢去 商場我想 那些人嘆氣多 沒有啦 這幾天都沒有出街 都在這裡自閉 休養 上來Tommy 早晨 慢慢早晨 但是澳門 澳門的情況 澳門的島收數字 好像很好 今天是升很多的 本身 現在又回落 所以賭股 是有一些 值得值得升的地方 真是不要開玩笑 只不過 賭收數字 是比我想像中也好 是真的 所以是值得他們升的 只不過 你只可以說 市的氣氛差之下 即使一旦也好 但不會多 現在反而 關鍵是市 究竟何時 肯好一點 真的 是啊 我試一下 Tommy 是呀 完全陰濕到爆 是的 如果要追 很多很多 問賭股 1928 買得了沒有 10出2出了業績 可不可以都說 先說1928 今天爆上29.1之後 現在升得了不足1% 出了上個月的到收數據 應該都可以 打架 賭相 沒錯 打架 我應該很旺 可不可以再上高一點 算是31元 先拿著 賭股真的不害怕 買得了沒有 如果你說想買 有什麼意見 因為 其實按道理 今天不應該升那麼少 如果以賭收數字去看 是OK的 即是賭股 沒錯 我覺得可以的 而且如果你用回邏輯去看 現在市場 真的有什麼板塊 好像要比較好 比較容易看 其實真的有很多股 即是很問心 因為現在出賣 Q了一些業績 你看到股份 有哪些業績OK 而撐得到股價 賭股其中之一 是真的 所以賭會真的不怕 過來擺一下 握一下 為何都沒有感覺 嗯 都是 即是你又不會覺得 很特別 真的有時候說 而且我想高開那一刻 大家是會有時候覺得 噢 上個星期 都叫做撐了賭潮 以臨天線 彈一下上去 OK的 大家會覺得合理 賭股多了 但看數據真的OK 不過 你現在這一刻 你說追不追 甚至乎 等下才行不行 等下是無防的 或者試 你見到它 好像不生不死一樣 等下才好一點 OK的 賭股選哪一隻 27 還是1928 還是再小的880 那些 那些 其實如果問我的話 現在 按路來 見不見 賭搜套資是OK的 應該選一些最小的 小的 但是安全的 更加上銀魚那些 那些比較安全的 那些沒有什麼 是啊 941 多撐擠 也不是 還有67 多 941 其實你對它 還有一些 這些價位 你又想說去什麼 是不是 如果現在是560 跌的話就算了 大家60多元這些位置 跌回一些 真是合理 我覺得你問我不值這價 但只不過你有貨 不會有沽 有些網上 以前的傳媒人 做財經那些 做了一條Channel 我說中二棟 有些是國進民退的概念 即是接下來可能它會 你想想阿里巴巴 被人這樣騎著 中二棟叫做國企 它可能就會 大陸的想法就是 靠中二棟去吃周圍的東西 然後擴大它的版圖 類似是這樣 有沒有有這樣的概念 中二棟去吃它 因為它也有很多data 如果它要收集 是 你說邏輯上合理 如果你說以電訊的東西 去吃類似的互互聯網的東西 合理 但是 它變得很大 超大 但是它是阿爺 是 我可以manipolate它 可以的 但是你 那你買得到哪一間 它會這樣買完 不知道的 情緒是這樣 不是不行 但是 可行性和 實際上的考量 就是真的這樣做是好 甚至乎你說自己做都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自己做都可以的 除了做可能成本更怕算 但是 未必會這樣做 現實情況就是 你要吃這一步走這一步 不是那麼容易 是 941 股價你覺得 怎樣為之是到訂 還是還是摸摸摸摸摸摸 可能摸摸70元 幾乎到訂 你現在這群六里嶺顏色 真的認真 它的身速不會高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其實六里嶺顏色 你這樣上去的話 你可能不會一年交 大概一成了 你其實現在這架 不是選擇很吸引的 是真的 是歷史的高位 你挑一摸摸摸摸 當年和現在摸摸摸 氣氛都不同 炒了幾乎都不同 但是現在當它是一隻 修飾股的話 六里嶺顏色 我就不會偷它 真的不會偷它 可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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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器的业绩都可以 当然有基础问题 它停车差不多增长了十多倍 但是107月的股价都是跌下跌 因为今天就算出所业绩都不是升很多 对,但是没办法 因为大家可能怕一件事 怕内地没有钱 现在这里有很多东西 怕那些投资有机会拿不反钱 但是其实你见到 内地这些电器设备的投资 那个数据和规模仍然是大 所以我又不太担心 不过没有 其实现在市场 东西都好说不好听 业绩好的 大家又不是有些行业没有熟的话 又升不起 有些业绩差那些 那你更加死定了 你想想现在有什么公司业绩好 刚刚出门的业绩 你看一看 不是很多行业是好的 这一刻才有些吵架 是 但是104V图是否要上颈线 才可以再升下 好像有个双顶 它是可惨的 它真的可惨 这一排全部都差 但是这些基本面不是太差 先等一会 但是当然是买的 这些是耐性的 即是买来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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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了 那股股的大事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现在有些赶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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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股股A 之前你也有提及过 是呀 上年 我都有货的 我没有理过它 那时候是说它是派色和NAV折仰 是吗 没错 帮它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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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可以靠下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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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許的橫行 還有公司有回航股份 有回航股份,還未完結 還有些錢回航 所以這些又不怕,過來擺放 不如給人家擺放 好,聽聽家庭也通電話 電話房間有張小姐,張小姐早晨 早晨,早晨,今天早晨 你好,我想問問你,我手持有354 5.85元 我現在要怎樣做 我可否要轉3.23元 3.23元 兩件事 首先,你應該先指示 先拿著,但354業績上一次是差的 是真的差的 你看到它的業務,我印象中 如果你看到上下半年計算的話 它下半年的數字是真的差一點 但這隻很有趣 這隻價格不像北水會炒作 所以就變成你說 現在走不走貨,是否只虧股呢 我覺得你不如考慮一下 給它多一點點時間 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有時是資金炒作它的時候 打得上去的時間 這隻減磅 這隻我覺得減磅好一點 但你換3.23元 不見了 3.23元 按水流板塊,你先看下半年 看景氣有沒有變化 上個年都真的差 第一個業績是引力死了 是差得很厲害 現在不要想著就算了 現在我打算是不變應萬變 不要想著會比較好一點 好,多謝張小姐的電話 或者中遠可以先拿著它 對,先等一會 多謝你的電話 繼續回答問題 5.1沒有什麼感覺 中芯上個星期五,22元入了 會不會對它有利呢 ASML的主席說 可以中國銷售會繼續 噢,沒有特別 因為沒有關係 因為沒有關係 ASML銷售 它那些是低端的光刻機 不是那些UV 那些應該是DUV 就是低個層次 但是變相之 你說有沒有利 反而未必有 假設都是低端那些 其實現在它已經不受限 而且低端那些芯片 其實是產量過剩 那些是因為太低端 不是高的 那些是有些工品營求 但低端那些 其實是去庫存的狀況 那如果你假設加大它那些 可以再給它賣的話 變相之下 那就會多個機 多個機的時間 就等於變相 就是加強的產量過剩 所以你問中芯是否有利 反而不斷轉 未必有 真的未必有利 但只不過你說它這隻 都不是查這些消息 它查國策 但它的政策是撐著它 所以你本身說 是有貨的 就先拿著 好 另外呢 939的941 真的嗎 939做甚麼 939好過941 真的嗎 939是不同的 我都不認同 我都不認同 不認同 不認同 我都不喜歡 會否跟FIRST REPUBLIC 現在是JP 吃了它 令投資者有顧忌 但起碼叫JP肯吃 可否這樣想 如果你說這件事 我反而現在想的 就是 美國那邊 是借這些情況 有些少少 好像太勞強 反而有幾個 其實你問 就是很簡單 其實你想想 第一共和局的情況 都是那件事 它本身沒有甚麼 但是 是因為大家害怕 不斷抽那些存款走 你想想 任何企業 其實突然之間 每一千億美金的銀行存款 都死了 其實那個情況 有些少少 是像當日的SVB 一樣 夾爆它 但現在變相似 沒有的 這些大銀行 類似懶搜 很熱心 便宜的價錢 吃掉它 對於JP肯定是好事 但是你說這件事 一定是好笑嗎 好笑 它有沒有債額FIRST REPUBLIC 因為銀行一定是 現在它的存款規模 它的存款規模不是小的 只不過它突然間 太多錢人捉走 你肯定死的 你看到銀行的那些 擠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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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的話 擠堤會死的 現在其實是 抵抗和派出現的情況 它本身的業務是 當然你說它那些 說利率上 你說它那些債的那些東西 是否有影響 有影響的 等於突然之間 你說加息 對銀行有沒有理 看你本身的銀行存款 基礎有沒有 如果你的存款是很大的 其實你加息 你未必想加息 因為你加息 變相你的利息成本大了 是 所以其實你看一看 這幾個情況的事情 但是變相 就是為了沒有 那些銀行 趁這些亂局 你才有機會 就要壞大自己 所以JP 就是這波 很傻的 好像有百多億美金 他們本身又為沒有錢 還有等一下就這樣說 你覺得 第一共和死 更厲害 還是JP更厲害 所以基本上 如果這樣吃得 JP一定是沒有事 沒有事的時候 其實有件事 你問我 就說沒有 這些事大家 其實不應該 是否應該害怕 其實從第一波開始 我都說 其實我沒有害怕 就是你銀行 又不是真的 好像那時候 雷猛的爆洞 你又不是 你只不過是真的 突然間沒有錢 只要有流動性 我家裡回家就行了 而且跟當年比 又不是沒有流動性 對不對 但是只不過你說 這波美股呢 反而有些麻煩 有些什麼呢 很多樣東西合 你這件事 只不過是令大家 有些關心 那個金融體那樣東西 第二 就是沒有上限 有到 現在 阿彌龍說 如果6月1日之前 不談不談 那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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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做不到 是 這件事 有這個沒有忘記 不足以色 另外 今個星期尾 就要下一個數 會不會牽制著 他那個 加息那個 沒有的 這次加起來 我覺得真的應該 會停的 所以按道理 這次他加完之後 只要他不斷以為 我們不想再加 你的市場就沒事了 反而 這是美股的情況 但是你說港股 就很明顯 都沒有跟 港股完全你說 會跟美股嗎 我不覺得是港股 你以為美股上個星期 或者是昨晚的時間 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跌了 美股 其實利用回 你根據第一 共和國那件事去看 怕什麼 美股都沒事 完全沒有反應 但是今個星期 美股那邊太多 太多消息了 還有剛剛講到 那樣東西 今個星期有蘋果業績 是 這些全部都是 重頭的東西 因為現在說 蘋果加上這個 Microsoft 已經是佔了S&P 那個比重 是很大的 兩家公司 這首五間 已經佔了差不多兩成半 S&P 所以你想想 它們動一動一動 動一動一動 都不得了 你以為美股來計 所以今個星期 反而大家 真是盯著 美國那邊的消息 先 香港這邊難搞 那美股是不是都不要動 就算我想買貨 我都等出事業 我想買的 但是現在 雖然說一句 其實美國那樣東西 這些回合就是 學到東西 美股和廣告不同 廣告經常說等 等它落一點才買 美股真的不可以等 這些好估計 你只想想那一刻 你要衝要買 就要走 就要走 昨天的NVIDIA 又再爆了 你以為經常說 等它落回去 它都不落 又升上去 歷史新高 應該不夠的話 3%升上去 神經 這些股票 今年升了一倍 今年是很錯失的股份 但沒計 但是現在 你不會想的 沒有 當然業績 看看有沒有機會 脫掉 我這樣想 你現在不會追著 但是 那邊我剛才的喜芬 和香港不同 港幣這邊 大家在想 究竟 還有什麼因素 可以升 你猜不到 除了NVIDIA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上賣 現在 現在 最壞 我這樣想 應該要調些資金 過去買美股 都是真的 但因為港股這邊 都是比數太大 而且這一下子 又有少少肯轉 拖著那個 普普的表現 真是壞 其實美股 美股又這樣說 再買 都可能是科技 多 JP 你不是已經有很多科技 多 但是 也有些不是科技 還有 變相之下 你會見到一些 即是 折瓦啤是升 那些 Microsoft有 但是不多 那些 其實那些都破了歷史新高 你瘋了 但那些不多 通常我覺得 這一輪JP 其實挺傻 其實 如果這一轉的時間 一間JP 一間是 瑞銀 其實是真的傻 嗯 因為這些東西 說真的 除非真的說 它真的 那些 譬如瑞銀 或者瑞信 好像這個 第1個共和那些 或者SVB那些 真是 如果你當作有 真是有底可能很花 很有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筍架 吃了它 是很傻的事 嗯嗯嗯 就是一間銀行 這些銀行 本身不是小 是大 就是你用這樣的資金 吃了它 不知多傻 但你會不會說是JP JP 未必會買 UBS 可能會想一想 為何呢 它答應了Credit Suisse 是21件很棒的 因為對它來說 其實它本身 它做的一些 比較保守一點 UBS 沒錯 我覺得有些 不過當然 CSD的效果 都很遷就 所以你老實說 要害怕 因為這一刻害怕很久 對不對 但變相之下 其實 我突然轉一轉 你隨時 當然最大的 我當然是它 是 是 那可以的 這個概念可以的 有沒有那些協同效應 即是 什麼時候會體驗到 其實很明白 其實很明白 因為按道理 兩者的強弱項 真的有些不同 即是 信真是以往的事情 你可以說 它很盡碎 但是 你隨時會不會 因為這樣而變得很盡碎 不會 即是變成兩批客 基本上 但你說怎樣融後 我也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 只不過是 在瑞士那邊 只有一間最大的銀行 只有一間 所以說一句 那它一定不會抄 嗯 TSM OK的 但是等下半年 TSM 一定等下半年 其實這一彎 剛剛最新 三輪 或者芯片 那個效率 好像蘋果 那顆新的 那顆東西 很厲害 最新的那些 網站 做一些 survey 很厲害 但是就是等下半年 有沒有一些中美關係的陰謀 有的 所以股神才走過 是啊 但是我覺得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當你想想 其實現在 當然 始終台灣的廠房 最多的 即是有些什麼事的話 它真的有大件事 但是 不要忘記 現在的東西全部是卡 所以你的廠房 有些什麼事 有些東西都通了一些地方 是 所以根本上 現在越來越多的廠房 不在台灣的時間 那裡面已經分散了 我不是太過擔心 但是 只不過是 整個身邊的行業 是沒那麼快可以 但是那個需求 現在經常又 擔心 一些增長不夠 環球的 我已經預計了 你預計了上半年 一定不一定差 下半年應該會好很多 上半年應該會好很多 因為上半年還是一個 去膚存的問題 是 但是下半年 如果你當你AI的這一範 即骨得厲害 應該沒什麼 即是彌補有餘 還有一件事 就是那些什麼去美元 那些中心化 怕不怕 不用怕 其實我沒有很相信 這件事 因為原來我覺得 這些是說的 你做到才算 即是說真的 等一下轉 你問你自己 你現在給你收 你收 你收美金安 會否定些 定人仔 即是你問這件事 沒有人仔 其他貨位都是 你問你收什麼定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 根本上都 都不需要 拿出來說 但是你說NVIDIA很厲害 真的超厲害 真的是 所以今年又 Tony 這件NVIDIA 真是今年是失敗 即是今年是幾失敗 我當日買 分些錢買下去 整個表現 這個表現都很漂亮 真是很漂亮 真是一倍 今年年初到現在 真是神經 港股這邊 真是收皮 你只是在港股 我也不知道 今年有什麼很棒 港股我暫時還有錢贏 但是只剩下 可能之前贏的良成 只剩下5% 可能5% 好像這樣 搭個市場就知道 真的 有些都猜不到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今天那些車 都好像不太好 有得升 然後又拉回去 你想這條數這麼漂亮 都要碰 對呀 出了數據 它真是慘 你想94.3 反而小鵬出得這麼差 有性 不過現在小鵬等機會 就佔它 這些都不用考慮 立即不用考慮 那些車是否都不想著 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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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不想了 不想了 它又按道理 真的不差 但沒有辦法 氣氛問題 Tesla 呢 Tesla 即是大陸車 我們不想了 Tesla 呢 行業本身真的不好 我覺得是行業 一如二過 就是行業本身的見證太大 只不過現在 真的會否有機會 開業態的流行 絕對有 所以 現在反而 開始一些小公司 應該真的捱不住 捱不住 今年也好 你沒有錢回來 都死 因為有一間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那間叫 Livian 那間叫 那間 那間 那時說 什麼 Amazon 又投資了那間 很威出名 Rivian Rivian 是這間 是這間 Rivian 這間 其實你知道嗎 當日 它有上市的時間 第一次上市的時間 因為它這間是做電動車的 很出名的 但是上市的時候 它的市值是1,500億美金 但是現在 即是說現在 最新得到應該是801億 即是九成多 其實這些就是反映 其實你說 不要說 這批 你不覺得都是 即是新零元車 你是可以很厲害 即是開頭那一刻 爆出來那一刻 是 但是你要收皮 才會越來越快 因為你想想 它會不會有九成之四 現在它的價值 為什麼還有100億美金 因為話說 它現在的LED cash 是有100億美金 噢 燒了毛 是呀 你燒多了 燒了這兩三年毛 所以你想想 但問題是 你最慘的是 你燒了頭 你現在不可以停 你要燒 但是燒又不等於你一定可以 就是你這下才辣這件事 所以沒有 你想想 這些公司你都不知道 現在可以怎樣 即是你不想 用規模考慮 你又做不到 還沒搞定 所以這些慘 三九九八 波斯登 Tony 都是沒有的 這隻 說真的 都是炒消息 但是它現在應該都 都不太觸碰 即是怎麼說 它之前有一陣子 吞得很厲害 不需要買 又炒到說它的業者很厲害 業政是 業政潮數是厲害的 但是這些東西是 超難炒的 所以你本身 不可厚著 Tony 我想 反而反過來 這一兩天 寧願你看過市 好像突然間有些異樣的時間 先跟一跟 先跟一跟 也不會躲著 因為你這幾天 最尷尬有沒有筆水 所以市 其實都亂來 真的亂來 好啦 下午還有一節 即時有問題 繼續可以慢慢問 繼續留言 下午Stanley 會繼續和大家答問題 這節 Stanley 有沒有持有 尺寸的股份 有和大家心目了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好 好